我们台湾的政府的作为 民众都很清楚了 我们欢迎陆客到台湾 台湾的政府对于 陆客到台湾的自由行 其实这个部分早都已经准备好了 反而是中国 对他们自己的民众 到台湾的自由行也好 然后团客的部分也好 这个部分他没有放行 我也听说今天我们 陈一真委员要到北京去 这个是好事一件 那去其实应该把老公痛骂一顿 说不要在那边阻挠 两岸之间人民的一个往来部分 政策之间 如果中共那个地方拍板 台湾也有因应的一个准备 我们也期待中国政府 可以也释出善意 不要要求一定台湾 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 两岸关系的一个安排以后 他才愿意来开放团客跟自由行 这个没有必要